化痰藥NAC最近引發了民眾搶購 因為胸腔重症科的醫師蘇伊峰 他在臉書上引述了西班牙研究 指出要是確診者使用了化痰藥NAC 可以減少4成的死亡率 有社區的要事就說了 這幾天只要一上架就被搶光光 甚至還一度登上了Google熱搜的第一名 對此指揮中心就表示了 持證的基礎還不夠 專業人員在發言時還是要謹慎一點 對此醫師蘇伊峰也作出了回應說 會謹慎發言 但是民眾也有知道的權利 才剛補貨架上就只剩下 零星幾包化痰藥NAC 就是因為醫師蘇伊峰的 這一篇臉書PO文 讓他一夜間變潮行 藥局電話接不停 這也讓部分藥師看不下去 急進你有多少量 應該各藥局都會被搬空 大家不明就理 每個劑量都買 大人的也買 小孩的也買 我們真的會擔心 該用到病人身上的量不夠用 化痰藥NAC 甚至還登上Google 15號 當日熱搜排行榜第一名 這也引發民眾瘋搶甚至囤貨 讓有些醫療粉磚忍不住開炮 強調NAC用於治療COVID-19的證據不足 請醫師不要誤擋民眾 它就是個普通到不行的話談藥 沒什麼神秘功效 臉書發文迎來同業踏罰 蘇醫師也在底下留言致見 造成一線藥師困擾很抱歉 原本的目的是想輸減一線醫護人員 面對瘋搶抗病毒藥物的壓力 可以跟患者說話談藥物也能幫助 下次會謹慎發言 但他也強調民眾有知的權利 等中機構可能要等四五年 但是眼前會死的這些病人 我們就要趕快幫忙他 缺藥我們還是要改善我們的醫療環境 而不是我們有一些最新資訊 都因為這個缺藥的問題 而不能分享給民眾 應該是僅止於在專業的討論裡面來說 那但是對社會大眾講 那就要謹慎 醫師頒聞引來議論 還是要提醒沒有需要的民眾 切勿臀藥以免排擠急需用藥的患者 借台北綜合報道 南投仁愛鄉催嵐部落的連外道路 16號下午因為連日大雨 發生了大規模的土石流 有民眾開車行進這個路段時 看到前方的路面都是落石 下車查看 結果發現了山壁上方土石鬆動 趕緊跑回車上快速倒車 18秒之後整片山壁剝落 還好這個駕駛反應夠快 逃過了一劫 駕駛一邊發出驚嘆聲 一邊快速倒車 下一秒 邊坡上大量土石 沿著山壁又快又猛 往下滑落 掩埋前方道路 16號下午南投仁愛鄉 這名林姓男子 在雨天開著小客車 行進催卵部落外的產業道路時 發現前方路面有落石 他下車查看路況 被想到抬頭往山壁上一看 驚覺不對 以跑百米速度 拔腿狂奔 跑回車上 一路加速倒車 過了18秒 山壁上土石 快速崩落 驚險畫面PO往後 網友全替他捏把冷汗 有人說山上住久了 就是會有這種經驗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因為這幾天一直下雨 導致那個塘土牆倒塌 那邊的居民現在還可以出來嗎 現在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人外到 對 同行是不影響 對 在同一條產業道路上 路面也出現大裂縫 博悠全被土石擠壓隆起 目前已經封閉道路 要等天氣好轉 才會進行修復 臨日下雨讓山區土石落實不斷 看看這驚險瞬間 山區行車還真的要小心 再小心 接著團隊報導 台南漁光島 日前一座球場 舉辦了戶外婚禮 但很可惜 天公不作美 突然間下起了輕盆大雨 會場滿地都是積水 新郎還有新娘 原本穿的是高跟鞋 還有皮鞋 後來通通換掉了 換成了假腳拖進場 雖然說模樣狼狽 卻也成了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另外還有在高雄 也受到美雨封面的影響 今天清晨開始 撞下了間歇性大雨 位在大樹區的台灣天壇 有民眾就拍下了這個雨水 沿著階梯清晰而下 看起來好像是天然瀑布一樣 新娘一手拉著裙摆 一手勾著新郎進場 由於地上都是積水 兩人脫下高跟鞋和皮鞋 換上假腳拖 踩著雨水接受祝福 拍下拍下拍下 台南漁光島一座球場 日前舉辦婚宴 帳篷刮上燈飾超浪漫 卻無奈碰上親朋大雨 新人和賓客在雨中撐傘 跑完流程 就算凌晨落湯機 也能苦中作樂 剛開始也是會很擔心 可是後來就想說 就這樣了 那就給他去吧 開心就好 也是一場很難忘的文理 不只台南受到梅雨封面影響 高雄16號清晨也下起間歇性大雨 大樹區斜張橋旁邊的台灣天壇 雨水順著階梯傾斜而下 變成天然瀑布 和後面的建築相互呼應 畫面唯美震撼 不過連日以來的大雨 也造成山區出現落石 南橫公路眉山口到向陽路段 啟動預警性封閉 現場蠻地的落石和樹枝 公路總局緊急派員清除 另外在秦河道復興路段 明霸克路邊橋 也因為玉碎溪上游 有監測到土石往下推移 15號下午先封閉 隔天早上7點才恢復通行 降雨總共降下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加強保全能源的配置 還有在玉碎溪上游的監看 來確保用路人 通行明霸克路橋可以比較平安 抽到連日大雨 影響山區落石不斷 也提醒民眾出門在外 務必注意安全 這談談高雄綜合報導 新北市一名毒品通緝犯 因為機車為停遭到警方的盤查 這個女子拿出撿到的身份證謊報 但巧合的是這個證件主人 剛好在居家隔離當中 把承辦員警嚇壞了 趕快穿起了防護衣 而女嫌犯非常的狡猾 乾脆是將計就計 開始假裝咳嗽 以為這樣子可以把員警嚇跑 但經過警方仔細地核對發現 他的長相跟證件上的照片不太一樣 當場揭穿謊言 員警上前取締為停機車 但眼前這一對男女一聽到 要盤查身份神色相當慌張 你隔離到什麼時候 應該時間到了吧 應該時間到了 可是現在是跳 還是有跳居家隔離啊 不過這一查 換警方比較緊張 因為女子竟然是居家隔離者 只不過她反應怎麼怪怪的 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狂烈 原本沒事 被警方質疑怎麼居隔還趴趴走 女子就開始說身體不舒服 咳嗽咳咳不停 但她不僅快篩陰性 就本人也和證件照片差很大 警方繼續追問才終於破案 她其實是名晃暴身份的毒品通緝犯 這名失信女子被通緝一年多了 但早早做好準備 被把剪刀的身份證隨身攜帶 方便冒充身份 沒想到這回碰上盤查 證件主人又剛好在居隔期間 她乾脆將計就計演整套 朝警方不斷咳嗽 以為原警就不會再多追究 在知道自己有居家隔離身份後 開始不停的咳嗽 隨後警方察覺有意 疫情嚴峻 自以為假裝居隔者 就能誤導警方查證 當場被拆穿謊言 上銬帶回 演技派通緝犯 現在只能入獄當女囚犯 接著當中多多零星北市採訪報道 現在只能入獄當女囚犯 基於外奸 只能入獄做了 已經不斷就算入獄了 辣椅子 就像在家庭 阮凍 有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